75岁的张琪 7月6日施打莫德纳疫苗 4天后开始发烧 手心长出红斑 13日赴荣总急诊后 检查出示 绿国性炮诊病毒 引起的毛细血管发炎 共住院治疗14天 我想起 昏睡在病床上 差点连命都丢了 张琪形容 我感觉到 我感觉灵魂出窍了 我一直喊回来回来 索性鬼门关前走一回 减灰一命 张琪说 她老公打完疫苗后 发烧了两天 所以自己发烧时 她吃磕苦拿疼 心想忍一下就好了 直到发烧四天才去急诊 当时她手心 双脚都长出红斑 老公好意搀扶她 她却痛到大喊 你不要碰我 因为碰触到身体 就像被刀割一样疼痛 住院期间 她一连高烧八天 受尽煎熬 她甚至祈求菩萨 让我睡着走 不要病痛 如果觉得我还有价值 就让我康复 她在感染科 心脏科皮肤科医师会诊后 逐渐康复 除了感谢医疗团队切而不舍 抓出细菌 给予治疗 也决定说出自身经历 不予大众要小心 在身体状况好的情况下 去打疫苗 她表示 之前看了很多人 试打AJ族事的新闻 内心焦虑恐慌 其料 自己打莫德纳后 也出现症状 我没有针对莫德纳 也愿意试打第二季 但决定还打 等身体状况 好的时候再打 张琪出院后 更加珍惜 守护自己的健康 也马上投入公益 她是蓝迪儿童之家 终身职工 金赋台中南门 福伦社参加分享会 感谢福伦社捐赠交通车 给兰迪的孩子 她笑说 自己这条命 真的是捡回来的 更要反馈社会 现在我不拼自己 拼孩子的未来 张琪的生父 是当时干线的 宪兵队军官 张琪是家中的 第四个女儿 一出生 即被当时 无子女的养护 张文伟收养 1949年 张家随军抵台 再淡水落脚 但不久 张文伟 即被检举 有小老婆 因而降调至 北头县兵队任队长 于是张家 再搬至北头 之后 二房生下妹妹张爱琴 与弟弟张国柱 然而 张文伟此时 染上不良嗜好 原本的小康家庭 变成一贫如洗 不识字的 张家大房 黄旭男 开始职工厂做工 幼年的张琪 也帮忙打零工 如卖臭豆腐 挑鸡粉 替圣母院牺牲袍 等 而当二妈 生下张琴后 养女张琪 开始被附近疏远 甚至被欺负到 爬至北头 镇工所的 大榕树上躲 得由大妈 及养母 黄旭男保护 才敢回家 在张琪10岁时 黄旭男心疼张琪 成天遍体鳞伤 加上对张文伟绝望 打算带着张琪 结束生命 担任张琪 提及弟弟妹妹 持黄旭男 胆小念头 16岁时 就读台北市 私立育营中学的张琪 被张文伟 强迫休学 打工 未付偿还赌债 后由黄旭男 同项介绍 持台北市 长春幼稚园 担任老师 1964年 张琪17岁时 警察广播电台 举办交通安全歌曲 演唱比赛 并提供高额奖金 张琪报名参赛 一举获得冠军 考建了警广 空中歌厅 而当中的亚军 几位张琪 日后的歌坛情侣 谢雷 那时张琪与谢雷 分别与警广签约 每日需至警广 现场演唱 一直到台式现场 直播节目 群星会 打算引进心血 警广的节目制作人 李鹏远 在张琪与谢雷 拜访生之后 两人受邀参与群星会 一开始 两人是各自 担任在大牌 一人演唱后的 电党小角色 某日 因为群星会 出现三分钟共党 甚至临时 要张琪与谢雷 合唱一首歌曲 以免节目开定窗 于是 毫无准备的张琪与谢雷 合唱了《月下对口》 却因此 大获观众好评而爆红 1965年 李歌唱片邀请张琪 录制唱片专辑《情人桥》 是台湾第一张 十二时黑椒唱片 改编自云南民歌的 专辑主打歌《情人桥》 日后成了张琪的招牌歌 1969年 张琪当选香港第一届 白花游刺身皇后 并开始在香港 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地作作演出 此时 家中经济 因而开始改善 张琪也拉拢妹妹张琪 一同演唱 如翻唱《姚传曲》等 1988年4月23日 台湾播出周末剧场 台湾民间故事的单元 《新虎姑婆》 张琪饰演虎姑婆 1980年8月11日 中视推出社交节目《大陆巡奇》 张琪主唱主题曲《江山万里心》 张琪的巅峰期是与谢雷合唱了 傻瓜与野丫头 而歌迷也一直认为 两人私下也处于热恋 然而在此期间 张琪却爆发导藏危机 于是张琪减少曝光 1968年更被媒体议测 与崔小平通匪案有牵连 张琪导藏期间 谢雷曾认真考虑 与张琪贾希珍作证为夫妻 但张琪拒绝了她 胜很多粉丝十分不解 而这件事 还是在多年以后才揭开了内幕 据悉 2018年在本土剧《炮仔声》中 演活阿嬷一绝的张琪 和姐姐张琪一同上年代 Match经典秀 姐妹俩不仅秀出年轻时的艳美照 张琪还松口 当年和歌坛一幕情侣谢雷的一段情 她爆料 谢雷的四姐当时曾到自家说美 连喜饼都说好了 但暗于两人肩上 都背着父亲赌债的重担 最后恋情不了了之 张琪感慨和谢雷相遇实际不对 但豁达地说 年轻快乐过 张琪还从过世母亲的床底下 找到一支铁盒 里面放满她与谢雷的合照 可见那时母亲一心希望两人修正正果 但张琪的婚姻经历 也并非一片空白 而是几经周折 张琪在1969年 与幼时北投邻居国小同学的哥哥张静晨在香港重逢而然起爱描便结婚 张静晨随同张琪回台湾工作 杨静晨回到台湾时却中逢电影夜不景气 曾经整整两年没有电影可拍 家计全靠张琪维持 两人也因吵架摩擦建设分歧 1978年5月 杨静晨与张琪协议离婚 但因共予有一对儿女 所以不过几个月后又再度结婚 但再婚后不久 又因大吵二度离婚 直到1986年 由子女居中牵线 两人再次同居 4年后张琪再嫁给杨静晨起金 虽然张琪没能和谢雷在一起 但是两人还是很好的朋友 2018年时 两人和现身公益活动 当时张琪透露 因为膝盖半月板磨断 及膝关节皱褶病变 痛了一年多后 2017年7月决定开刀治疗 张琪表示 因为半月板磨断 不止难以行走 连晚上睡觉 只要动到就会痛醒 但因为需要奔走公益 她决定双脚同时动刀 她说 医生一开始说 一个月就要回诊一次 但因为我到处跑 左边的膝盖恢复得比较慢 直到不久前 还从膝盖里抽出100cc的血水 谢雷则表示 两人已经40年没合作了 推出新专辑时 也有可能找张琪再度合作 张琪听到后大方答应 张琪特别邀请郭子干 王彩化及石文斌等艺人好友 希望吸引更多人捐款帮助 烂地儿童之家 若享用公益 将可获得用雷声 齐菊案演唱会门票 两人合作默契好 也常有机会搭档演出 谢雷还叫说 我们一辈子纠缠不清 张琪还说 我们两个都超过70了 但为了孩子 还是可以唱到唱不动为止 两人的感情真的是让人羡慕 也希望他们能一直好好的 据悉 2002年6月6日 资深艺人张琪 受邀主持YT节目 如是我闻 分享人生如何过得更快乐 以及舒适好处等话题 第一次访问禁要法师的张琪 口条流畅 且录制过程总为利落 加上她爽朗笑声 丝毫看不出刚涉猎主持领域 张琪此前受访时情绪表示 没办法跟综艺节目比 但又不能太震惊 录像前我实在没信心 每天都在怕 据悉 张琪同年3月 接到如是我闻邀约 她不仅分文未取 且全心投入准备 以及合作缘分 张琪表示 因为之前疫苗的事情 不再保佑 她能留在世上 她必须去做点事 所以康复后 她更积极投入公益 之后便获节目邀约 接续佛法缘分 张琪笑说 一听到要主持 我先是害怕 我自己是个对佛法无知的人 虽然心底踏实地相信 佛法必然存在 但认为只要是善事 都该尽力去成就 秉持这个信念 毅然接下主持工作 有趣的是 节目中聊到 时下少子化问题严重 张琪幽默致言 少子义冲了国安问题 现代热乎的老年人 已快超过幼儿 后悔自己当年 没有多生几个 工去应对 增添节目特色 聊起近况 70多岁张琪透露 2021年发生接种疫苗意外后 医生诊断出 她的体制不适应莫德纳 于是第二季及第三季 都已接种高端 打算等时间到 还要追加第四季 身体硬朗的她 此前也安排了 两场延长活动 将和工艺团队 深入台东部落 唱歌给老人家听 张琪对工艺的执着 和无私奉献 报答社会的精神 很值得我们学习和赞扬 最后我们也祝福她 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晚年